找梦想 找价值 找优势 不少年轻人正在找寻自己的未来 资深媒体人陈文倩与数百位青年对谈 鼓励年轻人热爱生命发挥潜能 准访中对于媒体的未来 陈文倩也提出了他的观点 2014年的尾声 你想好新年新希望了吗 想找到梦想 找到价值 是许多年轻人的愿望 有人认为拥有美好的人生 是一件很难的事 与青年对谈的陈文倩 却提出不同的见解 其实每一个人的功课就是 该怎么去爱你的生命 该怎么去爱 这里头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是看你没有的 而是看你拥有的 生命是上帝给的礼物 陈文倩引用波士顿爆炸案 Rebecca的故事 她乐观面对节制的态度 感动许多人 她的梦想没有因为挫折而破灭 反倒激励出生命的韧性 对于台湾媒体的未来 陈文倩没有因大环境而失望 事实上在越黑暗的地方 任何一点点光都会更亮 如果你是在一片光明里头的一个光 你只是一个光 陈文倩相信传递美好的故事 爱的故事能产生更大的力量 让社会变得更好 记者 吴暑平江品轩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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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